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的是硕士读完了 有的是博士读完了 那我医院还没有毕业 我还在医院里边 这很惨 对不对 四年的疾病 经过很多的苦难 其实我也经过很多的生死 疾病和生死对我来说 疾病更为痛苦 死是一瞬间的事情 死就死了 死就过去了 如果你吸耶稣更不怕死 对不对 那死了我们美好无比 在上帝那里边 再没有病痛了 再没有眼泪了 在那里很好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信仰 所以我们并不惧怕死亡 可是疾病临到你的时候 它却不是一瞬间的事情 它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 它会磨掉你的信心 它会磨掉你的喜乐 它会磨掉你的亲情 所以基督徒也要跟 没有信主一样 一样面对疾病 那我们现在信了耶稣 我们还会生病吗 当然会 因为我们上帝创造的自然律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然律之中 那么当然上帝 已经他预备了我们所住的疆界 我们一生所住的疆界有多大 上帝是知道的 那么一生我们活到的年岁 他也是知道的 一生我们经历多少苦难 他是允许的 所以可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疾病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惊慌失措 我们会打乱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布置 我们会自己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有些走不过去 那他们就自己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有些就忧愁 那忧愁也死得很快 你知道吗 这个你问问医生说 医院里边那个快乐的病人 和忧伤的病人哪个死得快 他一定会告诉你 那个情绪不好的死得会更快 对不对 当然快乐的不多 哪有生病还快乐的 对不对 一般生命都不会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十字架面前 看到十字架的医治 圣经说 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流了宝血 圣经告诉我们 因他的边山我们得医治 因他的刑罚我们会得平安 我们看四段的经文 那今天我们看这几段经文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经文 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的第53章4到5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边山我们得医治 那么以赛亚书53章讲到医治 那个他是谁呢 是耶稣基督 那么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然后呢 我们却以为他是有罪的 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没有罪的 因为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 以赛亚书在耶稣基督没有来 前700年就写成了 那么他写到耶稣他的出生 他是多么的卑微 他没有家荣美形 那么他写到耶稣被挂在木头上 受咒诅 他写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被财主来掩埋 他预表着耶稣基督 所有的经过这个以赛亚书 在耶稣基督来前700多年 就已经写完了 所以很多的后来的历史学家 不信主的历史学家 他不相信以赛亚书是当时的真卷 他就以为是后来基督徒学的 后来到1948年有一个阿拉伯的小男孩 他放羊 他的羊掉到一个山洞里面 那么他就去山洞里找羊 他发现了一些的古的那些古的破旧的坛子 他里面发现了很多羊皮卷 用羊皮写上的书卷 那么他也不懂 他就把它拿回去 他的爸爸也不懂 就找了这个历史学家 一看就是磁海古卷 前几天我在台湾看到展览的 当然那不是真的 那真的在大英博物馆 那么我看到那个磁海古卷 那么这个磁海古卷发现了以后 是一个历史的证明 那么这个考古学家 证明这个磁海古卷的羊皮 是耶稣基督诞生前的700多年的物质 所以证明以赛亚书 全卷的书 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所以神在耶稣没有来之前 已经告诉我们 通过先知以赛亚 告诉耶稣来到我们中间 那么以赛亚在53章写到 他医治我们的疾病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积带苦打了 那么哪知道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这里读到了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 医治我们 因他的鞭伤 我们得平安 因他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为他为我们受伤 那么在诗篇103篇 1到5节也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放在我里边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一切的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 抑制你的一切的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 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至你如鹰返老还同 那我们这段读到 我的心要称颂以后 为什么称颂他呢 他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 他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捆绑 那么这位耶和华 我们所信的神 是三位一体的神 很多人没有信耶稣 也不了解说 哎呀这个来到基督教会 一讲就三个神 我们是一个神 不是三个神啊 哎呀三个神 一个叫圣父 一个叫圣子 一个叫圣灵 其实三个人 这三个位格 神的位格是一个神 神的三个位格 那这个 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那也有人说 哎呀你看这个 这个基督教很有意思 这个天父呢姓耶 叫耶和华 那圣子呢 儿子也姓耶 叫耶稣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糊涂 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懂 我常常听牧师讲道 我都会听到他讲错 耶和华是天父 是吧 耶和华是神的名字 亚卫是神的名字 这个神的名字 亚卫耶和华 包括圣父 圣子圣灵 他是神的名字 因为犹太人不敢 叫神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亚卫 所以我们翻译成中国 叫耶和华 亚和华 耶和华 那么当我们谈到说 这位耶和华 就是我们的神 那么神圣父圣子 圣灵是同工同荣 他们一同工作 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圣父设计救恩 创造宇宙 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对不对 那么圣子呢 顺服圣父 被拆遣倒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完成救恩 那么圣灵呢 被圣父圣子拆遣 来到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里边 与我们在一起 成全救恩 那么在圣父创造宇宙的时候 圣子是不是一同创造呢 是的 圣子是跟圣父一同创造宇宙万物 那么圣灵是不是一同创造呢 圣灵也是一同创造 一同创造 所以在神创造宇宙 你打开创世纪 第一章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我们看到 在第一卷圣灵就出现 圣灵就出现 那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 不太敢谈圣灵 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谈圣灵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争论 我们有的讲圣灵充满 圣灵的高膜 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意志 那有的觉得 哎呀我们一谈圣灵好像谈不准 谈不准 其实很多的人不信圣灵 我们就读圣经 但是要记住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信圣灵 你就没有信神 因为我们所信的天赋 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有自己的位格 我们所信的圣子 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有自己的位格 我们所信的圣灵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也有自己的位格 如果我们没有信圣灵 我们可能就没有信神 圣灵有两个工作 是在我们生命中最明显的 第一个圣灵 提示我们 让我们进入真理 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认识耶稣基督 真理是谁呀 耶稣基督 耶稣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所以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你信耶稣不是你的决定 信耶稣是圣灵的感动 你信耶稣不是你的选择 是圣灵的引导 他引导你进入真理 当你进入真理以后 你就得到上帝的祝福 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边 第二个工作 当你信了耶稣 你再犯罪的时候 你就跟过去犯罪不一样 你过去犯罪 你就得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可是你圣灵住在里边 你再犯罪 你就不觉得理所当然 你就觉得一种亏欠 痛苦 挣扎 对不对 所以圣灵在你的里边 让你畏罪 畏意畏审判 可以有自己责备自己的能力 他可以免于你犯罪 当你要犯罪的时候 他会为你担忧 为你叹息 为你代求 那使你能够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举个例子吧 有一个小偷 他没有信主之前 他的生命就是偷东西 偷东西就是他的事业 事业做得越大 他越高兴 对不对 偷得越多 他就越喜乐 结果有一天 一天没偷到东西 他就很沮丧 结果晚上的时候 他睡不着觉 他在床上就翻过来 调去翻过来调过去 因为没偷到东西 就睡不着觉 对不对 今天好像就亏了 白做一天工了 啥都没偷着 他就听到远处唱歌 唱 耶稣的爱吸引我 他就被吸引了 他不是被耶稣爱吸引了 他就被那些人吸引了 他想那么多人 一定有机会下手 所以他就离开家 就奔不到回去了 一到那儿 牧师正在讲道 他悄悄地坐在后边 牧师讲道 他就觉得是对他讲的 牧师就指着他说 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 其实牧师讲 以夫所书 对不对 以夫所书第五章 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 然后我们要找一份工作 然后我们不仅能够养活自己 能够帮助别人 其实牧师讲圣经的话 他一听 圣灵一下就进入里面感动他 他说真有神 这牧师怎么知道我来了呢 就对着我说 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 他就不敢偷了 手就被绑住了 你知道吗 他就知道牧师看着他 其实牧师根本没看他 那结果呢 牧师一呼召 他不仅没偷 他跑到前面觉知了 信主了 一信主的一刻 圣经告 当你信主那一刻 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边 你的生命就有个翻转 过去一切都过去了 若然在基督里面 他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会变成过去 都会变成新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在教会里面 努力的服侍主 非常的敬迁 礼拜天做礼拜 礼拜三祷告会 然后教会礼拜六发单章 他都去 结果有一天呢 他打工下班回家 下班回家 路过一个包子铺 他要买包子 他就喊了两声 这个包子铺有点像 反了圣灵小包子铺 就一个老大娘在那包 然后呢 有人来买就卖 没有人来买就到后边包 那么他就叫了半天 那老大娘可能忙 耳朵也不太笨 没听清楚 他就想 哎呀叫这么多天都不来 这过去这多好的机会啊 这还用叫吗 这人有的时候不能乱想啊 思想决定行动 他这么一想 这一轮包子 一作料袋就拎走了 回到家里边晚上 晚餐有了 对不对 这个自己打了个鸡蛋汤 端上来 包子一放还热着呢 晚上一坐 哇这个心满意足的 今晚又包子吃了 可是基督徒吃饭 有个事情要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哎呀要祷告 他一祷告说 主啊谢谢你给我晚餐 完了 基督徒为什么祷告有没有好处啊 好处的 提醒你 哎呀他一祷告 他就一下子像火样 把他烧的掉进来 哎呦这个包子我是偷的 我怎么可以祷告 麻烦了 这是圣灵的工作 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 不仅吃不下去也睡不着了 就躺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 翻过来掉过去 你看他这两个翻过来掉过去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他打电话给牧师 说牧师不好意思 我这个偷包子了 牧师啊这个没有责备的 就一般的牧师不太谣 说你怎么又偷包子了呢 你说偷什么不好 偷包子丢不丢人 另外你说你 大家这么为你祷告 这半年你成长得很好 你看前功尽弃了 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 为的难过着急啊 会的 可是那牧师很有智慧 牧师说弟兄啊 那你怎么 过去你偷到东西 你什么感觉 他说过去偷到东西 睡得很香啊 那为什么今天偷到东西 睡不着了呢 那你不知道啊 牧师说圣灵内住在你里边 他在为你担忧 所以你睡觉吧 别担心为你祷告 明天早上我们去 跟人家把钱付了 我们向人认罪 好吧 我带你去 第二天牧师带他去了 把钱给人付了 向人认罪悔改 哇 诚恳的这个弟兄 也很难过流下眼泪 那个卖包子的老大娘 也挺感动 就跟去教会了 万事互相效力 Amen 有时候别人觉得 我们软弱就 撒旦就控告你 撒旦控告你 你瞧你 你又犯罪 你又软弱 所以永远你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 你有没有这样被控告 其实神 我们信神是有恩典的 这样我们做儿女的 虽然我们不完美 但是上帝爱我们 爱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医治 我们这几段经文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深深的了解 深深了解 所以我们要参送耶和华 不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因为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你看这个医治的疾病 跟赦免罪孽是相连的 就是疾病跟罪有关系 一会儿我会再讲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这段一段医治的故事 非常的特别 那我最近在建堂的时候 讲出埃及记 我今天突然想到这段经文 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段经文 可以放在神的医治里来讲 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了埃及 他们过了红海 他们过红海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麻烦 因为埃及的罪名了 罪他们 所以那时候摩西向海举起他的杖 那么大海分开 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两百万人 还有牲畜很多 他们过了红海 那么走了甘地过了红海 埃及罪名追过来的时候 摩西祷告 上帝使红海复原 埃及的罪名全部被淹死了 所以摩西的这个姐姐米利安 就在对面开始歌唱赞美神 因为她是一个女先知 这是一个大的喜乐 大的圣典 他们看到神的作为 然后呢 这个云柱就引导他们在旷野走路 走了三天 走在那儿 舒尔的旷野 我们看了22节说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 到了舒尔的旷野 在旷野里走了三天 找不着水 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 定了律例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家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是医治你的 他们后来到了以林 那里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在那里水边安营 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很奇妙是不是 你看以色列人 他们离开了埃及以后 他们遇到的难处 上帝帮他们解决了 可是他们还在抱怨 其实人都是 我们信了主的人 也常常抱怨 我们也会抱怨主耶稣 没帮助我们 为什么我的婚姻会有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有疾病 为什么我的儿女不听话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就不那么顺利 为什么我们去面谈一下的就拒绝了 但我们好多的为什么 我们最后都是问神 神你真的爱我们吗 会不会 有时候我们不仅问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还发怒 不信这个神了 不去教会了 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把这个神就当作一个使活丫头 我们要你干嘛就得干嘛 你不干嘛就不是神 所以我们人就会这个样子 以色列人也是如此 以色列人当摩西把他们带出过红海的时候 那表示一个人的新的生命开始 我觉得常常想到过红海 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就像我们受洗一样 我们过了红海 我们通过水和圣灵 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人 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 还会不会软弱呢 一个基督徒信主还会不会犯罪呢 一个基督徒信了主还会不会得疾病呢 回答是会的 那如果我们如何来面对呢 我们开始的经文很特别 这个以色列就抱怨 他们抱怨谁呢 他们还比我们强一点 他们不敢抱怨上帝 他们抱怨那个上帝的仆人 摩西 哎呀你把我们领出来干嘛 我们在埃及虽然被欺负 可是我们还有大蒜汁 还有大葱汁 对不对 还可以喝蛋花汤 对不对 你说到这里 哇水是苦的 走了三天没有水 哇这个摩西 你看摩西这个人真的是有生命 当抱怨他的时候 他没有回应 那像我们抱怨我也没有水喝呀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容易吗 我带你们过来 这脱甲带口的 这么多人 对不对 那我也没有大蒜汁啊 可是摩西没有 摩西转过来求告神 他跟神求 那么神就帮助他们 那么那个时候神就指示摩西 有一棵树 他把那个树 扔到水里边 水就变甜了 那这个树 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他回答了这个树 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二次节说 它被挂在木头上 这个木头英文叫翠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英文 那个树也是翠 翠 那么这是一个词 那么这个木头是书 书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翠 就是耶稣定在石家那个翠 所以彼得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在意上活 因他的鞭伤 我们便得了一致 那这四段的经文 穿到一起 我们看到我们神的心意 是在石架上 在旧约的时候 当那个树扔进去 那水就变甜了 当我们心悦的神儿女 不管我们多么苦 当我们跟石架 背上我们的石架 石架对付了我们 改变了我们 耶稣基督的救恩 临到我们 他的意志临到我们 我们的生命就从苦变为甜 我们的生命就变 就像麻辣的水 如果你没有耶稣的石架 在那里边 你的生命就是苦 你不仅你的身体是苦的 你的语言是苦的 你的心灵是苦的 你的生活是苦的 你一切都是苦的 你生下来从小到大 一直到老都是苦的 你看小孩一生下来 佛教徒解说 小孩一生就是 哗哗哗 对不对 苦对不对 他苦吗 他的母亲的奶是甜的 可是他说苦 他的生命中就是苦 你今天跟一个人接触 你跟他说没几句话 他就棒棒 把你整得快半死了 这个人你看多苦 他里边流出来都是苦水 人需要团体 人需要结婚 可是结了婚 为什么吵架 两个次为位 很寒冷 凑在一起温暖 可是都会扎着对方 你知道吗 人就是 我们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 我们对别人就有要求 有期待 然后我们里边的苦 如果没有经过医治 我们就会出来 就会出来 就会影响我们生命的品质 也影响我们认识 耶稣基督 对许多人来说 生命的苦难 在疾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它比死亡更为恐惧 有很多的人因为生命失去了盼望 有很多人因为生病失去了人际关系 有很多人因为生病 他失去了信心 任何宗教在解释生病的时候 他们都不好解释 这是一个比死亡更棘手的 更迫切的 更可怕的问题 那么圣经怎么来看疾病 今天我们讲这个疾病 我们先讲神学上怎么看 圣经在谈到疾病的时候 他讲到三种的疾病 第一种是我们常见的 叫身体的疾病 包括先天的 也包括后天的 那么先天就生下的就有残疾 对不对 圣经讲了很多的例子 有一个人生下就是瞎眼的 叫巴迪买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 那个巴迪买 生下眼就瞎眼的 迪买的儿子巴迪买 巴迪买 这是天生的 有人生下的就是瘸 有一个人生下的38年 躺在这个这个 避失大池旁边 不能动 瘫 那也有后天来的疾病 我们今天后天来的疾病就很多了 最可怕的就是癌症 当一个人癌症临到你了 你大概没有治 你半条命就没了 你不知道的时候还好 不知道你活得还挺快乐 可是医生说 你得了癌症 三个月 想吃啥吃啥吧 你啥都吃不下去了 你可能用不了三个月 你就完了 可是你要不知道 也许你活30年还没事 我告诉你 真的是 这跟信心有关系 跟信心有关系 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第一种疾病 身体的疾病 那么第二种疾病 叫心灵的疾病 心灵的疾病 包括空虚 孤独 茫然 嫉妒 纷争 恼怒 人活得不在一个正常的里边 还包括精神病 精神病 很多人也是有精神病的 你有些 他有些轻微的叫精神障碍 当我辅导一些灰音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说都不通 中国话叫轴 是这种轴的要死 你怎么说他就那么跟你轴 后来我问一些专业医生 他说那叫心理障碍 那种是一种病 他虽然没有到精神病的程度 可是他是很危险的 需要辅导 需要医治的 所以为什么有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现在大行其道 对不对 心理学家收费很贵的 你去找他去吧 一个小时100多块 那就听你说 你说完一个小时给他100块 说梁牙医师给200块 说梁牙医师给300块 结束了他给你开点药 走吧 你找牧师说一个小时不要钱 说梁牙医师不要钱 说三小时不要钱 所以现在很多人 不找心理医生 就找牧师 那牧师也忙得要死 而有的牧师也没经过 这种专业训练 听到这心理疾病 进来了 进来最后自己成心理疾病 住医院 这很多的牧师 没有经过这种训练 你每天都在垃圾 往他里边堆呀堆呀堆呀堆 他成了垃圾桶 有一天他自己崩溃了 bur out了 也不能做了 进了精神病院 有啊 你别以为没有啊 对不对 我们在神院学这个心理学 学教目光顾的时候 老师都要警告你 你要知道 你听的是一个故事 耶稣要医治他 而不要进到你心里面 在你那边堆下来 你要把它拿出去 怎么拿出去啊 你又不祷告 你不亲近神 你也拿不出去 所以做牧师的不容易 你知道吗 好好爱你们的牧师 也不仅给他老说婚姻的关系 说那些这个难受的事 也说点喜乐的事 就说牧师 我找到工作了 你看牧师多为你高兴 对不对 说牧师 我拿到你卡了 哈利路亚 哇牧师说 太棒了 对不对 你这样说 这牧师就进不了精神病了 对不对 喜乐 喜乐就都临到他了 心里的疾病 人人都有 everybody 没有一个逃得掉的 就像人人都犯了罪 亏据神 心里疾病 人的或多或少 或多或少 好了 你好 你好 你 你好